接着我们讲讲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就是讲以色列 以色列的大选就是基本塵埃落定的了 以色列的大选本身就是多党政治 只许总共国会有120席 拿多个四五席的政党十几个 拿多个八席的政党可能都有十个 有七至十个 这一个可以反映 最大的政党最多最多都是拿三十席 在120席拿三十席 即是说以色列的政治 根本不可能有一个一党独大 或者不可能有两党的竞争局面 即是说它的多党 变成了一定要成为联盟 一定要组织联盟 就像意大利或者瑞典的情况 一定要组织一些政党的联盟 才可以巩固自己足够议席上台执席 以往以色列在过去四年 举行四次大选 今次是第五次 即是四年之内 即是说四年之内举行了五次大选 这五次大选当中 首四次都是因为多党组成政府 政府变相在一些话题上 一挂不投机 有人退出 有其中一个政党或其中部分议员退出 就会即时令到那个政团失去了国会优势 是因为这样 所以政府需要瓦解 要再进行巡新大选 今次承犯一些变化 内坦尼亚湖是得到支持到增加的 但是同一时间 内坦尼亚湖选的拍档就不同了 内坦尼亚湖本身是中间偏右的 但现在他是选极右的政党合作 包括一个石安教派主义的政党 又包括了一个叫以色列人力量的政党 这些政党本身是极右的 而且都不是细政党来的 现在这次初步投票的一个点票的结果 点了86%选票 以色列人就休息了 所以这些新闻今早晚一点 中午的时候会多一些新的新闻 但是去到我们现在目前知道 内坦尼亚湖或者利库德集团 内坦尼亚湖所属的利库德集团 和他们的藉由政党 可能会暂时取得65席 已经超越了120席的一半数 即是他们证定执政 但是非常尴尬的情况 就是内坦尼亚湖政党在65席里面 只得到大约31席 即是说内坦尼亚湖是输给 三个藉由政党加上的总和 三个政党基本上都得到8至15席 即是说内坦尼亚湖的政府 如果要保持一个过半数的优势 它不能够得罪任何一个既有政党 任何一个既有政党都可以要挟内坦尼亚湖 都可以解散它的联合政府 任何一个政党退出 内坦尼亚湖的联合政府 或内坦人执政都要下台 即是说内坦尼亚湖必须 今次选择了一条赌博的路 必须要就住右翼政党的诉求 在一定程度上放宽 内坦尼亚湖是会讀定 给右翼政党的领袖 做内政部的部长 即是说内政部将会由 极有势力主管 而内政部本身就是 镇压巴勒斯坦人的一个主要机构 这些政党中的主张 普遍地认为 以色列的国土是属于以色列人 不是属于巴勒斯坦人 第二 甚至有政党说 它是同意 甚至要崇拜 是杀害巴勒斯坦人的人 它甚至认为 以色列的军警 可以合法杀死巴勒斯坦人 它是当巴勒斯坦人 不是同等的相待 即是以色列人在 巴勒斯坦人在 可以随便杀他 也可以看到 巴勒斯坦人 本来很反对 以色列人在西岸殖民 这个做法 肯定会获得加快 也可以看到 本来美国拉扯大纜 以色列和中东国家 阿联邮建立正常关系 以色列的发展 肯定会获得破坏 在中东的三股力量 包括以色列 包括沙地阿拉伯和伊朗 分别代表了 以色列本身是犹太教的地方 跟着也是以色列人 对中东人迫害的角度 再加上沙地阿拉伯的 一个顺利派的主力 再加上伊朗的实业派主力 这三个中东势力 基本上美国全盘输了 本身美国在伊朗 都已经在行制裁 伊朗关系极之恶劣 伊朗也强烈反美 另一方面 沙地阿拉伯是亲美的 但自特朗普开始 令沙地阿拉伯重新考虑 他们的利益 尤其是油价升跌 是直接影响沙地阿拉伯的权益 加上沙地阿拉伯的穷到 需要把沙地阿拉伯上市 令政府有足够资金營运 所以沙地阿拉伯某程度上 对美国已经失望了 而沙地阿拉伯事实上 在社会政策方面 完全不听美国说 包括美国的依靠 所以美国对沙地阿拉伯的 在盟友和控制已经失败了 以色列的内坦尼亚湖 本身和拜登是非常不咬然的 再加上内坦尼亚湖 是认为美国未必会帮沙地阿拉伯的 所以以色列加上 以色列加上 也会和右翼合作 而民主党本身的一个价值观 就是人权和自由 即是说 美国将会和以色列 反而成为一个 可能有争拗的两个角度 即是说美国和中东 包括本来获得以色列和沙地阿拉伯世界 或者沙地阿拉伯为首 或者阿拉伯世界的支持 或者民友 是两个都破灭了 而伊朗本身就是美国的敌人 即是说 美国中东政策是彻底失败的 接着看的 就是看以色列的总理 就是新总理 内坦尼亚湖 如何处理和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 或者以色列会否再继续供应大量武器 现在看来 以色列会否出现转向 以色列会否出现转向 这種看起来 感情感动的 跟上的 datos 8秒 准备